字幕提供 我去做一個臉部 他跟我說一個是第一次做 一個是已經完成了四至五次的療程 那個分別 因為我說這張真的一次和第五次的照片 然後他就說是 整張照片是一模一樣 其實他只是把同一張照片左右 為何一條條那麼差?有鏡子 但很多人相信 是 女人錢真是好不容易賺 我只能把一張照片放在一起 我只能把一張照片放在一起 我只能把所有的照片放在一起 我只能把照片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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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覺得到 有時客人不會買裝備 在那裡試試供的 是不是 找一些便宜的打法他走 會不會有這樣的方法 我們通常叫那些做tri-thing tri-thing 因為他們是看完整個市面 今天我想做這個 他就去那裡tri-thing 其實都會分辨到他們 但當然很多時候我們的治療師 或者我們的同事 其實都很專業 只要是幫他完成之後 都知道他不會買 不會浪費口水 但就不會說不幫他做 我試過有一個客人約他1點鐘 上來跟你說 我2點鐘要去第二間試中面部 我今天就試上面部 再看一點都會試下面部 我趕時間的 我直接去做 很多時美容院 經常都有免費試用 或者試用價 那些 那些有否罵得多客人 有 那些客人沒有質疑的 不好的 即是不好的 其實我們只是做統計的 只是看大數據的 回來這些客人 間時都還可以 幾年前都還可以 即是真正的用價 譬如現在那些 是真正的試用價 只試就不會買 譬如我們試過 現在最流行的 例如說是眼袋窗 有個客人就預約1點 最後他就3點才到 到了之後 大遲到 不是只有你 這個世界 就排了其他客人 就跟他說 你遲到我做不到 不好意思 你不如預約一個下次吧 然後他就說 我來到 我怎樣都要你給我洗一洗面 因為我是想落狀 他來其實原來是想落狀 那其實 那也被他想到 他裝得很濃 就是對眼睫毛做完的 那些 他洗了臉也不去 他就是要進來幫我 我們想同事幫他 洗得乾乾淨的臉 然後我們的同事 其實真不知怎麼辦 又怕投訴 又怕他吵架 那便問經理 有個客人不做 只是落妝 不偷的了 屎坑 你也會生氣 有時候鏡子有兩面 對嗎 也要看你們投訴 是因為甚麼 那是否真的無理 遇過最無理要求的是怎樣 例如有些客人出了班 那些女性現在都有錢 經常去旅行 那去旅行就懶了 不妨曬 那曬客人的班又出 那他就會來投訴 去完一次旅行回來就投訴 那我翻臉出了班 有沒有搞錯 現在我要投訴我要退錢 然後是搞到要報警 是 那你是人來的 有紫外線 曬上太陽 出班合情合理 是呀 你做完彩光激光 你去了班 要做保養 那班走出來 你要繼續打 那你才會繼續喵 那終於報警 事情怎樣了 那些警察來到 就覺得他很搞笑 阿姐你實在太搞笑了 我們不會接受 然後夾他走了 就是站在那等他 還有沒有東西要投訴 如果你要投訴 你去消委會投訴 接著客人就說 那我叫三港報來 其實我們做服務 打開門就叫他快一點 你要叫他快一點來 如果快一點跟別人解釋 那他就快一點離開 客服務沒有聽過最離譜的 客人是為招惹而招惹 就是他覺得嫌你手勢做得不好 然後他就說 找東西嫌一下 嫌服務態度不好 但其實別人很正常 經常跟著一個方法去做 但他都嫌三嫌四 其實目的就是為了招惹 唐出文 不管我不滿意服務 你要陪這次療程給我 或者不扣他的格子 你是投訴部門 是 你的公司給你把關是甚麼 例如他準備定一千張Q幣 總之有甚麼人吵 你塞給他 還是你是把手著 不讓他招惹這些東西 但前提也是把手著 不要讓他招惹任何東西 我都會去看整個過程 我們有沒有錯 如果真的有些錯的話 我們都會有一些心意的產品 給他 其實美容 因為有些服務 可能你怕客人投訴會很麻煩 通常都是打發了他 就算扣他 其實就是助長了他們 對 但有些我們之前訪問的行業都是 你一旦是派招惹 因為他一投訴會令你很麻煩 但美容業是否會少一些 但你一助長他很麻煩 他告訴姐妹 跟著那個姐妹走來投訴 如果我招惹券券時你更麻煩 對… 真是無農無理 譬如他弄臉的 你跟他洗臉的 為何你投訴我不幫他洗頸 其實是否有些離譜的 我們有很多國內客人 國內客人很激進 他做的事很超越香港人 有個國內客人說要先賣線 他臉要先賣很多線 價錢都談好了 進房間 可以賣很多線嗎 他要賣很多條很短的蛋白線 做一些提升的效果 醫生看完 醫生都說 OK啦 因為他都有經驗 醫生有經驗 客人都有經驗 不是第一天的 是一天的 接著 好了搞定了 醫生跟他敷麻 敷完麻準備做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收錢 因為都已經準備好了 你已經答應了 收錢 到收錢的時候 他就說 不是這個數 是少一些 每個人都在問 為何會是少一些 然後他就說 你剛才有個同事答應給少爹 就找不到是哪個同事 是 沒可能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價錢是怎樣 我都會直接 變成一個 complain 即時complain 辦公室的同事就立即處理 跟他說 其實電腦是鎖了 你這個價錢是做不到這件事 是 因為要出數 但你講下去的時候 他原本在麻醉 他在麻醉 對 那就麻完了 咬完數之後 他繼續麻 對 他就是用這件事 他說 現在我已經麻掉了 你要賠償給我 如果你不賠償給我 一會兒你下班 我會找100個人等你下班 真的恐嚇 是黑社會 他是國內的大陸人 我不是歧視國內人 是 我很喜歡國內人 是這個 然後就沒辦法了 公司還是報警了 報警之後 警察就捉了他後樓梯 但他就麻掉了 我剛才騙了 警察捉了他後樓梯 警察捉了他後樓梯 因為其實警察聽完之後 也知道他不對 因為他開始動手動腳 是否警察捉了他樓梯 一拳真麻 是很重的 因為麻掉了 麻掉了 然後出了後樓梯之後 不知道警察跟他說了甚麼 B完他之後 是這樣的 我都不痛 接著客人回來後哭了 嘴巴一直很硬 咬 就是罵罵罵罵 然後我們說 不如我們幫你抹 其實骷髮都是 只是表面的感覺 只是感覺少了 就幫他清潔 接著我們就不照顧客人 以後都不知道 而這個客人介紹的 所有朋友 我們都抹了 但他的客人有沒有那麼煩 他真的最煩 他沒有那麼煩 他兒子和女兒都是我們的客人 也沒有 但是你真的覺得他真心 是覺得你們提高了價錢 不是 他是想蒙混過去 旁邊 因為我敷了一半 麻了我的臉 他覺得他是把我的眼神 他覺得他太明顯 他國內人很喜歡說的 就是這樣說 他找臉來靠飛 他沒事的 他已經是熟客 導管做熟麻 這個部分我知道是甚麼 對 有很多KOL來騷擾 那當然有 是怎樣 立即 哇 那當然有 怎樣 這是計算的 怎樣 不要說KOL 有時候有些藝術或DJ都會有 是 想DJ 說完DJ 演藝行業 我看你怎樣說 好 我現在很緊張 其實有時候 例如做一些眼鏡做診施 我們免費給他們做 也是想他貼文 寫東西 或者在IG上 戴上 明白 但我試過有一個 每次都戴錯名 其實就等於 哎呀 即是等於網做 對嗎 戴上他 他就特意戴錯 你怎麼告訴他 戴錯了 當然有說 就是Marketing的同時也有跟他說 但他永遠都沒有feedback Marketing同時也跟他說 即是在Whatsapp上 你照Copy and Paste 用我們這個名字就OK了 但他照舊每次都 總是不知哪個位置有個spacing 是 即是他自己加進去 有spacing 其實已經戴不到了 是啊 那就真的做不到 那為何要這樣做呢 他不想下次繼續 有得上來招待東西嗎 我都不知道什麼心態 就是了解不了 如果知道他有什麼心態 就解決了 他可能真的不識字 可能是傳寫的話 就是一個價錢 如果你沒有付錢 就只給Treatment 我間開又踢不到 但我又被人看到你的名字 對 可能他會覺得 對 我有做到 那下次來繼續預約 但也算得很小 是啊 會有的 然後還要介紹老婆 對 介紹老婆來 然後就給我們一些欺貴 不要緊 我下次再接適 但也沒有接適 然後就介紹老婆來 老婆也不用付錢 老婆不用付錢之後 他就說我之後會介紹別人 是因為你做得太好 因為那個人實在太大 相反 由很差很差 皮膚變成 大家走進來高 都拍手畫漂亮很多 很有心機去做 結果就是什麼都沒有 即是Tag做不到 做幾次都Tag不到 每次都錯 介紹不到客人 即是在公司立場 做不到宣傳效果 之餘又虧了 美容院或美容師 有時會不會 整股那些壞客人 例如 他反正做Facial時 他睡鬼著了 還是怎樣 偷工減料 有沒有這樣的個個案 看看客人難不頂 還有是否討人真 那你曾經怎樣整股過 你這樣說 不是 曾經聽過一個師姐 也有說過 那個客人是嫌三嫌四 是 又問你用什麼水幫他洗臉 這些通常都是洗臉 最多是蒸餾水 是 他便跟他說 雪山水 先哄一哄他 雪山水很好聽 是 然後做一做 然後跟他說 我幫你出去加精華 他便用水和水混進去 然後回家說 我幫你加精華素 這樣說 只是說得好聽 又有甚麼鬼都行 其實你的名字作得挺厲害 其實你的東西都是… 一般的 是 服務業,每個人都會說 最麻煩是哪個地方的客人 在美容界會否有另一回答 說真的比較麻煩 比較忠誠,有一點知識 但有一點錢,又不是太多 但那是最大的客員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大客員是甚麼年紀的女生 大媽 不是大媽 國內人也會有,真的很好 有些有兒女的媽媽也會花很多錢 然後有些年紀… 你說兒子大女大? 對…自己已經捱了 自己有殘養,就長得好 很漂亮,亦有些年紀 年紀是多少歲? 可能最初都是做事 找到錢的年紀,要裝得很漂亮 可能有其他目的 他們也會花得起錢 還有一些是服務性的女士 對,那些都很捨得很像 要裝得漂亮的 對… 試過有個馬夫帶女兒上來 我不管多少錢 總之跟她撿得不像大陸人 這麼有趣 你說是用英的醫學 不是用暴徒、拉紙 總之你找盡方法跟她撿 總之撿得不像國內就行了 多少錢都很小 是因為她們很快找得回 撿得不像國內 我想知道她的分別是甚麼 拉了一條線就不像國內 我們是有樣子看的 是隆了鼻樑的 不同的地方的人都不同 就是隆了鼻樑才特別說 其實應該改化妝和衣著比較重要 對… 是嗎 可能我們只是一環扣一環的一部分 對… 作為人客,聽到甚麼詞 我就知道你在推銷我 或者你想拖我 有甚麼舉止嗎 有的 有些人客可能上來 然後那個狂手就跟她說 今天有些優惠最後一天 如果你今天不做的話 或者你離開後 就不會變回原價 你今天不做這件事 就會立即過期 最討論的是當年我給Gym推銷 這個真的是親戚 我爸爸來到我也不會給你這個價 但你今天不煎,明天不煎 我打算你爸爸來,你還會收到 很多這些 還有呢?還有嗎 或許會說底層很乾 因為這些是沒有死的 底層很乾? 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底層是乾的 其實因為有10個女生或男生 其實皮膚一定會乾、脫皮、會乾 可能因為飲水不夠多 或是熬食 這些是一定不會死的 可能她會說 你會否加一些精華保濕 這樣再加進去 而且很喜歡放幾個英文字 其實你的皮膚的AGQ 就不夠高 你又不敢問甚麼是AGQ 你覺得你慘了,你一定會問 但我真心問這個 是否真的會底層很乾 你明白嗎?我明天有時候 驚訝沒事,很好,很有彈性 但為何上身都是被人說你乾 怎會是乾 有否堅乾,有否好 客人,你真的無法挑剔? 你一旦摸上身,對不起 很少 很少 很少,你可能100個 有一個天鮮那麼漂亮 都會油膩,順便保養一下 但你預計99個都是隨便有問題 一定有東西弄的 有皮膚乾,毛孔大,有暗瘡,有油膩 她已經說中你所有東西了 而且因為有些面膜 真的不能用人手 可以令它滲透到皮膚底層 其實塗霜也是表面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透過肌肉 才可以用它的頻度 去震動到裡面的細胞 這個是不是銷售別人 不是,是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 如果不是,不會有肌肉出現 坦白說,你有見過多少人 不化妝時,皮膚真是白淚透紅 又很幼細 白淚透紅不是漂亮的 又不是漂亮的 是白後眉絲 白後眉絲管外露 所以透紅的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是皮膚敏感 是的 市面上經常有很多新產品 不斷有新產品 沒有甚麼分別,或者根本沒有用 又或者宣傳術語 又不是很喜歡甚麼 保濕、精華、補水等字眼 我們要怎樣留意 不痛的東西 甚麼是不痛的東西 通常如果你做到遺憾美容上 你十樣十樣都有痛 但可能出產了一種蝦蝦 可能每個人都說痛一痛 然後影新了有些毛痛蝦蝦 有些是毛針埋線 這些其實是流的東西 為甚麼?怎麼流的? 因為… 它不是打蝦蝦嗎 不是的 因為市面上覺得人痛 想做一些毛痛的東西 今天再寫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它會打甚麼 不是塗一些忌廉 然後倒入運 一條條線就說 不能買線 其實不是倒入機 甚麼是埋線 甚麼是埋線 埋線可能是埋一些蛋白線 或者其實蝦蝦也是用聚焦 來整道皮膚穿線 令它提升 即是在底層 穿一些蛋白線 它一提升起來 對… 那我不是漂亮了很多嗎 對,你這樣很漂亮 你千萬不要放手 通常這些毛痛的療程 做完的,你給鏡頭看 一定會漂亮,一定會提升 但下街風一吹就沒有了 不能捱到第二天 甚麼事 剛才你是說底層的皮膚 這裡有一點,這裡有一點 然後拉起來 這些比較是醫學上的美容療程 那是有針穿進去皮膚 是直接一條針穿進去 有條線拉出來 是 很普遍的,這些已經很多年了 你們來得到 也是代表這個美容院界 有甚麼值得平反 你們想說嗎 剛才問了很多問題 我可以找到 坊間也有那麼多留言 傳言或傳言,是這麼負面的 對,這是我上來的目的 除了頭龜才說 如果這樣就… 我下次脫 我這次說,我先看看資訊 其實為甚麼呢 因為現在很多時的風氣 那些客人上來 譬如新客人 他們一尾就是要便宜 是 即是經常都是便宜 有些東西的價值是在 是 是不能便宜的 買甚麼東西都是說要便宜的 對,他們就會拿出自己的 Facebook、Instagram 全部拿出來 我這間便宜一點… 你不是那麼便宜 那你就做便宜一點給我吧 其實,大家為甚麼會這麼投訴出來呢 有時候,好像說 有些人要跑數或想自己的份量 也有一點 他強硬這麼便宜地接客人 其實是做不到的 這就叫over promise 對嗎 你一定是under delivery 你不會做到的 因為公司根本不會有很多東西 支持你 你做不到的時候,就變成投訴 這是惡性的 那第一個給予聞 例如HIFU,一些技術的美容 最合理的是甚麼價錢 要看那部機 例如是一部… 部部機不同嗎?不是一種… 部部機不一樣的 他最初HIT的時候 我聽過四萬多元也有人做一次 是呀 最初HIT的時候 那現在是多少錢的 現在我看街上的那些 即Facebook賣廣告 三百多元、二百多元 那麼便宜別去吧 真是老實說 想不到的 那部機的分別是甚麼 好機是… 出鏡地 應該是來自哪裡呢 一個好機 一部好機 我不敢說別人的國家 有FDA認證 或者有些認證 是證明到他們有這個… 有醫療研究 去支援這部機是可以的 那你就… 起碼你知道 有東西是背景的 不是說這部機很厲害 只有港幣 有時候你的東西貴 是物有所值的 那這個合理的貴 應該是多少錢 一次 做一次 例如HIFU全面這樣說 你沒有一萬多兩萬元 根本就沒有 做不到 因為你的頭 每一髮都要付錢 因為那個頭是計算下數的 你用完就要扔掉 是的 有些頭 即現在的機器有些頭是計算時間 你開了頭 你一定要幾多小時內用完 消耗成本是存在的 即不可能會告訴你 幾百元、幾千元 做到一些好東西 即是都很謊言 如果你這樣都相信就傻了 那你作為客人 那我見到… 即是很難說的 你說Facebook等等 看到人家幾百元 上來就說要萬幾二萬元 那我作為客人 我真的有個… 猶疑的 那你再告訴我 我那些機器是不同的 那我作為客人 我怎樣分辨那些機器 例如我們正正經經的公司 它都會有部機的catalog 會有部機的認證 讓你看得到 那部機器是靚的廠出的 供應商是靚的 其實你上網看到那個廠的網址 看到那些認證的證明書 是否很多公司都有出這些機器 有很多品牌的 有很多品牌 但靚的機器或有認證的 真的不是算多 最後這個問題 有甚麼說話想跟客人 或是同業 任何人說 如果我比較想跟顧客說 好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有時真的不要貪便宜 但自己亦都要很小心 去選擇你的療程 因為我覺得了解了自己的皮膚之後 你才去選擇東西 好過你甚麼都不知道 你坐進去 你就很大機會被人劏 所以其實被人劏有時不是只有不好的美容院 或是一些不好的抗收的責任 其實自己也有些責任 對 我也想跟香港人說便宜莫貪 不要貪一些很便宜的素額 但其實不是為了有心而做 就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跟消費者說 是我們幫他整面的美容師 真的要好一些禮貌 好一些態度 不要進來的就洗口洗面 我看到你都不想跟你做 我就整股一下你 打少一點 做少一點 我覺得任何層面都是 面是別人給的 假是自己丟的 你走進來是一個好顧客 大家都是說認真去處理這件事 都會對你好的 不一定不用起槓 出刀出槍 我覺得尊重真的很重要 而且的確美容院 是好像一個寶品 我剛才也有說湯的寶品 但自己也必須要下苦工 天天的基本護理是一定要做工作 那你真的才會達到 你自己最想要的效果 多謝五位 Thank you